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橘红色 褐色 黄色 金色 及白色等突变的无波鱼 1968年 南部地区首次发现桃红色的墨山比克无波鱼突变种 水产试验所研究人员乃进行育种杂交研究 所得到的杂交种称为台湾红色无波鱼 近年来 淡水繁养殖研究中心不断地进行无波鱼自焦 撒焦 回焦等育种改良 目前已成功地培育出鲜艳红色且无黑斑或黑点的纯红无波鱼 由于红色无波鱼的体色近似恰脏等海水雕类 且腹腔膜透明洁白 这两个特征使红色无波鱼类似高级海水鱼 因此受到日本人士的喜爱而行情看涨